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 妄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又是讲以色列的东西 以色列当然了 你说经济实力 各样的实力,其实以色列也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 但是以色列今次和哈马斯的开战 也令自己是 可否说自选八百呢 原来 现在和哈马斯的战斗 是重创了以色列的经济 尔巴本龙冲突 已经导致以色列有什么要关门呢 很简单就是娱乐场所 好像国内的酒吧,餐厅,工厂等等的行业 全部关系 还有 他们的 货币汇率也是暴跌 所以经济学家就预测 如果 冲突长期持续的话 以色列经济 将会是急剧收缩 财政赤字将会大幅增加 所以有人说 内塔尼亚湖如果他想做这个战事总理 他实际上 是可以把握 这个政权一段时间 但是当你 继续这样有冲突之下 付出这么大的经济代价 究竟人家会不会让你继续做这个战事总理呢 我们看看过去的几十年冲突之中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大的巴勒斯坦人 是饱受贫困和失业的影响 以色列的经济是稳步增长 但是哈马斯在这个月7日的时候对以色列控制的地方 发起了 突然之间的攻势 以色列经济 运行的速度 即刻 是慢了 并且陷入了混乱当中 哈马斯 动手 是直接对以色列服务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以色列各地的餐厅和酒吧 纷纷就要关门 上百个航班全部都要取消 为了是应付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是开战了创纪录的预备役人员的动员 你精兵嘛但是 为你少了36万人去做工 当然不是全部人都在以色列国内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以色列国内 那么多人被征召 就少了劳动力 又导致 在经营企业 的 雇主 出现了大量的人手短缺 冲突 以及紧张局势 已经对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以色列 基准 股指TA35 是下跌9% 以色列 的货币 借克尔对美元的汇率 是跌到4% 亦是15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投资者就担心 抗日持久的冲突 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当然以色列民众都在担心 以色列 伊麦克和佛尔区的餐饮业 其实是重创的 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访问了一位老板 他的名字 就叫做Jeffery Jeffery就说 在冲突爆发之后的两个星期 基本上他的啤酒厂 和其他的服务业已经是 平产 他名下说得很厉害 有14间餐厅 12间关门大吉 另外两间 在午餐时间 只是接待了5名顾客 他就说一般情况下 一间餐厅一天 起码有50到150个顾客 现在他们没办法 负担日常的开支 他也说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不过以色列国防部就说可能要几个月 几个月把哈马斯跟随之后就会有正常生活 但这件事什么要跟随才是 我经常说的 如果你是灭了哈马斯这个人 这个组织 应该这么说 是这个名字的哈马斯 但是之后有千千万万的极端有出来 其实也是麻烦的 当然他们 现在就是 很担心 因为 现在 时间越来 压倒 事业最后一根稻草就会出现 由于以色列现在和 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在动手 同时 亦都在 北部 黎尔边境 即黎巴乱和以色列边境 和黎巴乱的争夺党 在动手 还有以色列南部 和北部边境多个城镇的居民 已经被逼疏散 例如 靠近加沙地带的 南部边境城镇 斯德洛特 三万居民当中 有百分之九十都已经逃跑了 当然商店是整排整排的关系 又如一个 恐怖的无人之城 来自以色列北部的 的士司机 叫做 Nina 她就说 她平时是女子 她平时一天起码有20-40宗生意 但是在过去一个星期 她平均每天只能够完成 一单生意 没有工作做 也不知道小生意如何维持下去 以巴冲突 对于以色列的旅游业 以色列因为有太多名声估计 和某些宗教的一些圣地 现在怎样去 火红火络 所以对以色列的旅游业打击尤其严重 十月到十一月 刚刚就是以色列 传统的旅游旺规 但是以色列的道游协会主席 彭烈就说 哎 现在 我们这个地区冲突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远 我真的相当担心 两年来 其实 很多旅客 都已经 取消了旅程 她两年来应该指疫情的两年 今年看到了一点起色 结果又来一宗这么大的冲突 她亦说 每天都会收到取消订单的通知 旅游业界 就崩溃了 令他们想起了新冠时的惨况 刚刚有些 复苏的迹象 现在又遇上困难 另外 还有一个行业 居然是有所增长的 这个行业相当特殊 就是买棒棒的 买一些 可以 允许的小军备 原来棒棒行业 是少有在冲突当中 显著增业 自从10月7号 哈马斯向以色列动手以来 以色列各地的棒棒的销售量激增 以色列政府 单单一个星期内 就收到超过1万个棒棒许可证的申请 以色列三间 棒棒店的老板都表示 之前 当然这三间棒棒店是一个老板 就说之前他们的销售量 是没有那么厉害的 现在 是 史无前例那么厉害 很多商店 只可以延长营业时间 很搞笑 在棒棒店 延长营业时间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 亦是极右翼的 政客 格维尔就说 以色列政府将向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人 免费提供1万把棒棒 真大 好担心 这些东西一多了 当然 大事件亦可能很多 并且是放宽棒棒许可证的要求 经济学家就预测 如果以巴冲突长期是这样下去 将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巨大打击 以色列投资公司 的一位CEO 就叫做Or 奥尔 他就跟金融时报说 金轮的冲突对以色列经济影响 可能是超过2006年 雷尔 战争以来的 最劲一次 当时当然 黎巴乱就和以色列是倒着干 那说真的 那时候以色列 第3和第4季度之间的经济 GDP 收缩了3%左右 以色列财政部长 刚刚就是公布了一项援助计划 就为了 在 现在 含含声的时候 当然风头火势 就帮助受影响的以色列企业 支付一些固定的成本 并且为 没办法上班的员工 提供经济援助 以色列央行亦都是 採取措施 出售300亿美金外回 就为了支撑 本币的汇率 但是 换作计划 都可能导致以色列政府今年的财政赤字 扩大到3.5% 远远高于之前设定的1.1%目标 预计明年以色列政府的财政赤字 还会进一步扩大 伊巴冲突仍然继续 以色列各防军 已经对加沙进行了两个几星期的狂军 更多次威胁要对加沙进行地面攻势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亦说 对加沙的地面进攻 要几个月时间 一定要令哈马斯在地球上消失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仍未是 下达最后的地面攻势总命令 现在6100人走了 1400人是以色列人 4650人是巴勒斯坦人 其实是令人心碎 现在 就算 连一位拿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人都出声 他也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人 在以色列 继续狂轰和围困 以及将会发动地面攻势的 威胁之下 加沙地大 已经遭遇到严重的人动危机 所以 诺贝尔掌 得主 亦是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亦发表声明 他就敦促以色列 不要採取任何忽视平民 离世或者受伤的军事战略 其实他就有勇气 说真的 否则会识得其反 他就提醒以色列 断 食物 水和电力行为 只会增加 在 受怨的罗选 并且削減 或者说削弱 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篇 文章其实 就叫做 对于 以色列和加沙的思考 发表在奥巴马的个人网站上 奥巴马首先是附和了拜登政府的立场 即是强调以色列是有自卫权 并且谴责哈马斯向平民动手 不过 他亦提到 即使我们支持以色列 亦应该想一想 以色列向哈马斯动手的方式 当然他的意思是 为你动手的方式 是否应该想一想 重了 因为你是伤及无辜 他亦说 以色列军队 的战略应该遵守国际法 我给他一个评论 他敢说 虽然 最大可能 就是 我认为最大可能 是以色列不差 但他也要说的 这就是勇气 当然他就希望 最大可能避免平民的理性和受伤 他亦说坚持这些价值对于 建立联盟 以及塑造国际舆论 以及建立 以色列长期安全来说是自关重要的 他提醒以色列 全世界现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任何忽视 平民 利势 以及伤亡的 这些军事 战略 最终只可能是 识得其反 欧巴马 批评了以色列政府 关于 撤断加沙地大平民食物 水和电力的这个决定 他亦说这个举措 不单止 可能令到 印度危机日益严重 更可能 会进一步加剧 巴勒斯坦几代人对于 以色列的仇视态度 削减了全球对以色列的支持 和我们以前说的一样 并且破坏 实现和平和 稳定的长期努力 奥巴马就说 如果以色列 不顾及平民 那就是 正中敌人的下坏 之后奥巴马也强调 最大限度这样减少平民 离势 以及受伤 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是非常重要 他亦呼吁地区所有关键 的国家 都应该和巴勒斯坦接触 实现巴勒斯坦人自决和和平安全 奥巴马当然也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反游 我都说是 你任何形式反游反目 都是不对的 他也是这样说的 他亦说 这样就意味着 承认以色列 拥有一切生存权 亦都意味着 警惕对巴勒斯坦人 的现在受的苦 会淡化 拒绝巴勒斯坦人 和哈马斯混为一谈 亦都意味着承认巴勒斯坦人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事实 奥巴马也提到 还有很多人士支持他 有几个人为他背书 有些都是知名的犹太人 当前 以色列积极地准备向加沙发动攻势 美国总统拜登和白宫的官员 表态不支持 尔巴是暂时停止 这个战士居然敢说的 其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阿比就说 他认为现在不是停战的时候 这么说的也有 这是实话 实话是 当时 是 传回来的 实实在在他说的话 他亦都说 现在不是停战时候 等一等 你说得真容易 另外 CNN亦都说这样是反映一个事实 即使 以色列想停一停 是否美国都会叫他想一想 看到 尔巴冲突升级 美国官员一直非常谨慎 避免公开系呼吁停战 甚至避免出现 是说停战一个词 这个停战这个词为什么你这么怕 实际上拜登和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 从来没有在书面上 在声称和公开讲过敦促尔巴之间停战 但是反复强调以色列的自卫权可能他担心 以色列那边的人的反势 新一轮以巴冲突之下 外交政策 危机 其实 是很少 美国前总统是这么 大力表态 其实奥巴马也算有勇气 我们公事公非 他说得好就好 这种表态是很罕见的 另外 路透社也说 奥巴马政府 曾经 但是最终没有达成这个协议 而奥巴马政府年代 奥巴马本人 因为伊朗核问题 等等的议题 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关系一直紧张 当时 作为副总统的拜登 经常是充当内塔尼亚湖和奥巴马之间的调解人 现在拜登就做了头 自己 就调解自己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再见 一次 请我来试试